有社區竟然變成了公測 在花蓮有一處半開放的社區 有住戶在陽台曬衣服的時候 意外地看見了 有一輛遊覽車開進社區內 車上有好幾個人走下車 一個接著一個 就走到一旁的圍牆 這個隨地上廁所 氣得他把這個影片PO上臉書 控訴遊覽車公司 對此環保局表示 這樣的行為已經違法 最高可罰6000塊 紅色遊覽車停在社區內 只見幾名男子就在一旁圍牆 隨地便利完又走回車上 整個過程都被當時 正在陽台曬衣服的住戶 看得一清二楚 我就看到遊覽車 就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把一些人都放下來 然後到這個圍牆這邊 好幾個都在這邊尿尿 這邊本來就比較多 那個蚊蟲的部分 你們又這樣子在這邊尿的話 可能對這邊的環境不是很好 這就是屬於公德心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看實在一間 遊覽車公司 他們公司要跟書記說 對啊 我們可以做這種事 我們社區多很多人 這個危險什麼的問題 住戶氣氛不移 直戶真的很沒有公德心 地點就位在花蓮及安鄉 一處半開放社區 住戶表示 雖然此地是半開放式道路 但平常鮮少外車進入 沒想到16號當天 這輛遊覽車直接開進社區內 立刻引發關注 依照廢侵法第27條 那就是不可以隨地便利 處一千二到六千塊的罰還 願車業者隨地開進社區放任便利 讓當地住戶深受困擾 將會吃上罰單付出代價 記者陳今夜 華聯報導 總結束